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金正恩在新加坡会面了 那么会谈的结果还算不错 双方也发表了联合声明 虽然有媒体评论说这份声明比较空洞 没有具体的一些实质性的内容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双方能够坐下来谈 那么这是最重要的 从整体来看 对特朗普和金正恩的会面 评论还是不一样 不太一样 有的说特朗普赢了 有的说金正恩赢 又有的说中国赢 反正从我的观点来看 特朗普和金正恩会面是一个多赢的情况 那么对于特朗普来讲 他上台以后在外交上可以这么说 这个叫法克陈山 就是说没什么建树 不仅没建树 而且还撤出了伊朗的核协议 所以特朗普也需要一次外交上的成功 来证明他自己 对于金正恩来讲 特朗普与特朗普会面以后 他的身价可以说倍增 那么俄罗斯总统普京 邀请他访问俄罗斯 那么据说日本首相安培 那么也希望与金正恩见面 对于中国来讲 消除了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 对中国这种和平崛起也好 需要一个稳定的国际环境也好 都是非常重要的 当然了 真正的朝鲜半岛能不能最终无核化 另外朝鲜半岛的这种和平局势 下一步向着什么样的方向发展 那么应该说还要看美朝之间 或者是朝韩之间进一步的动作 所以这个是需要观察的 那么在本周实际上还有一件 比较大的事 就是中国的上海合作组织青岛峰会 也是上海合作组织第18次首脑会议 那么由于这个特级会议这件事 把这个上和组织青岛会议这件事 给它掩盖住了 特别是美国媒体也没怎么报道 其实本届上和组织会议 还是有很多的看点 最主要的看点是印度总理莫迪 参加了这次回议 也就是说印度还有巴基斯坦 成为上和组织的新成员 这对于中国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大家都知道上和组织 起源于中国的反恐 就当时搞僵毒 那么中国和哈萨克斯坦等 西亚的国家建立了上海合作组织 以后这个组织逐渐地扩大 那么现在上和组织已经成为中国拓展 一带一路这样一个倡议的 最重要的一个平台 那么印度和巴基斯坦加盟 那么对中国一带一路的倡议 在西亚地区 以及在印度大陆 就是比如印度巴基斯坦 孟加拉的拓展是非常重要的 而且本届上和组织首脑会议 达成了一些共识 最主要的共识就是说 建立人类的共同命运体 这也是习近平主席提出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理念 那这个一带一路 这样一种倡议 也被大家所认可 所以这个上和组织倾倒 峰会实际上是非常重要 那么本周 这个为全世界所关注的 就是说6月14号 在俄罗斯举行的这个世界杯 这个开幕了 那么这个在这个首场比赛当中 俄罗斯是以5比0 这个狂胜 这个沙特阿拉伯 那么把这个本届这个世界杯赛呢 这个进球量能不能突破以往 这个呢就是说这个是成为一个看点 特别是这个俄罗斯的一个 就是一位球员吧 他在首场比赛中进了两个球 那能不能成为这个 本届比赛的这个金学奖的获得者 也就是进球数量最多的 这个呢 让大家非常期待 本届世界杯呢 有一些遗憾 就是说这个世界传统的强队 荷兰队和意大利队呢 这次呢没有这个进入到这个本届世界杯 这对于这个很多球迷来讲呢 是一个遗憾 但是呢 其实呢 这个每年呢 大家都对这个 谁能夺冠 谁是黑马 都非常关注 根据我的这个观察呢 我觉得这个 因为在这个 四分之一决赛当中 这个根据 就是说这个排名这样一些预测呢 这个阿根廷 这个巴西呢 可能要早早地在这个四分之一决赛当中相遇 那么从这个 世界杯预选赛的情况来看 巴西队曾经以这个三比零呢 胜这个 阿根廷队 所以呢 可能在四分之一决赛当中呢 巴西队 如果要是阿根廷队和巴西队相遇呢 恐怕这个阿根廷队呢 被淘汰的概率比较大 那么在另一个四分之一决赛当中呢 就是比较突出的 就是德国队 那德国队呢 一直是稳稳的这个 德国队的战绩呢 是非常稳健 那么也是这个 几次的世界杯的得主 所以 这个我和很多这个球迷的看法呢 基本一致 就是说可能呢 巴西队和德国队呢 要在决赛当中相遇 因为巴西队呢 是上一届这个 四季杯冠军 那么呢 巴西队 从这个目前的这个 巴西队的表现来看呢 巴西队夺冠的呼声呢 是比较高 那么呢 阿根廷队来讲呢 是为大家所这个 注意的一个球星呢 就是梅西 但是梅西呢 在几次世界杯当中的表现呢 都不算突出 当然他可能在这个 在这个阿根廷 这个俱乐部当中 或在西甲联赛当中 他的表现是很出色的 那梅西呢 和刚才我说的西罗一样 都是80后 那么也可能对于他俩来讲呢 应该是最后一届这个世界杯了 那我想呢 他俩的表现 你值得期待 美联队黑马 现在呢 从目前看 俄罗斯队算不算黑马呢 很难讲 其实这个俄罗斯队呢 这个也算是一个 历史上来讲 它是一个强队 它不是一个弱队 但是只不过这个 最近这些年呢 他是比较 就是说在这个赛场上 这个很难见到他们的身影 那本届这个世界杯赛呢 这个虽然这个 俄罗斯队狂升这个沙特队 但是呢 也有人说了 因为这个俄罗斯 作为主办国 他没有经过这个预选赛 这样一种这个 这个残酷的这个 这个征战 所以 能不能一路走到底 也很难讲 但是呢 这个从这个主办国 的角度来说 最终呢 夺得 就是以主场之力 夺冠这样的例子呢 也不少 或者以主场之力 这个进入这个 比较好的名次也不少 像2002年 这个日韩世界杯 那么韩国 就是借主场之力 打入了这个 进入了四强 这也是韩国历史上的 这个最好成绩 当然了 也有主办国这个 这个比较差 像南非世界杯 南非队呢 在首轮当中呢 就被淘汰 所以呢 这个呢 就看这个临场的发挥 但是我认为这个 俄罗斯队 从他的四统 从他的打法来看 我认为他进入八强 进入四强呢 都是有可能的 俄罗斯世界杯的开局 我认为那是非常不错的 那以后呢 必然会出现更加精彩的 这个赛事 好 今天就讲到这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